你可以看到,我把它放在那個00裡面 如何註冊那個PhoneGAP帳號這底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 就是下載之後再 用那個GG.GG轉換成QR Code 第一個先點這個 下載之後把這個檔名改成106F 那當然以後如果你改別的,你就別的檔名 然後再把它傳到雲端上面共用 共用的話記得全新要打開 然後再把它放在GG.GG 產生QR Code 那這個QR Code就是將來你要繳交的啦 所以將來的話你就是繳交 你就繳交什麼,繳交一個短網址加QR Code 這樣我就可以收到了 另外的話還有就是 你本身的那個VIP檔 所以總共會有三個東西 VIP的網站跟那個 QR Code加短網址 那我就可以把它掃描直接裝在我手機上我就可以 可以知道說 可以知道說 怎麼去 你大概做的這個App 都要不OK 所以第1個 那第2個的話 假如說呢 我要想怎麼樣呢 我要重新再 把舊的這個 做的這個App 我要把它刪除掉 重傳 或者說我要傳新的 其他的練習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刪除掉 舊的 這個 之前傳的那個App 其實如果你要把它刪除也很簡單 如果你要刪除 舊的App的話 1 請你點選 假設 如果有沒有 其實就是你可以看 這上面如果有一個名稱的話 這個預測的名稱是什麼 PG Build App 如果有這個的話 那表示說呢 裡面是有一個App 那你必須 如果你要傳新的話 那你變成說 我看一下這邊有個NewApp 有沒有加NewApp 我看一下 它是可以加新的App 那是不是可以重傳 我看 NewApp 是不是可以 重 可是它好像這邊沒有 讓你可以 這個Pribe 看 它好像只能傳一個 不然的話好像我印象中是要註冊 所以如果我假設不能NewApp 那我可以把這個刪除掉 那如果刪除舊的App 1 請你點選這個名稱 2的話呢 請你找到 點選它之後 底下就會有相關的設定 包含什麼呢 包含一堆啦 不過其中的話 你要找到刪除 你可以看到這邊 一個叫Settings 刪除的話就是點 它的名稱 然後呢 Settings Settings 點選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Settings要設定 它的最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底下就會有一個 Delete OK 主要是這個地方 把它點下去 Delete 它問你說要不要刪除這個App 你把它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裡面 就沒有 任何的App 裡面就空的 那 我們如果要重新再傳 所以你剛剛 那個App就消失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備份的話 可能在這邊就不見了 如果說你要重傳的話 刪除掉之後 記得要把它重新整理 特別重要 如果沒有重新整理這個動作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 跳出這個畫面 所以你記得把它重新整理 然後點選什麼 Upload一個新的 VIP檔 所以如果我想要重新再傳 這個106App的話 那 一樣可以把這個 本來106的這個網站 所以這個網站假設都沒問題 裡面記得 也沒有中文檔名的話 OK 記得這上面不能有中文名稱 最多同學發生狀況都是 裡面有中文名稱 可能要檢查一下 然後你就把它按右鍵 7.zip 加到壓縮檔 把它改成 ZIP的檔案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就出現 我們要的檔 那你就是再一樣 如果把它上傳的話 就是 Upload一個 ZIP檔 然後找到桌面上 這個 剛剛我們壓縮的 106ZIP 再把這個檔 把它上傳上去 它就一樣 Upload了 那它會先跳這個畫面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App OK 其實 這個名稱將來可以變更的 而且現在 像前面的圖示都可以變更的 只是要怎麼變更 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 這個其實還是需要做一點點功夫的 OK 然後呢 你就點選什麼 點選 Ready to Bill 它這個時候 上傳嘛 第二步 Ready to Bill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 剛剛的那個 網站 ZIP檔 幫你轉換成 這個 APK檔 特別最好 其實主要是這個 不過目前還沒出現 特別是一定要是綠色的 不能是紅色 因為之前有同學 好像 這個在他的網站裡面有中文檔名 就一上傳之後發現這個是紅色 怎麼傳都是紅色的 那檢查原來裡面有中文檔名 那不行 還有不然的話就是什麼 它的首頁index.html也打錯了 那當然一定會出錯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要重新傳成功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練習一下 如何把 你上傳的 這個APP把它刪除掉 重新上傳 因為如果有變更的話 或者是說你要做了另外一個APP 你要重傳的話 一樣 記得喔 刪除就從這邊點下去 Settings 可以把它做刪除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練習一下就是 如果你要重新再上傳 那個 另外一個APP 或者說你修改過 要重傳的話 一樣就是 把舊的刪除 重新上傳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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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